大家好,我是老万 不要找我,因为我在镜头的后面 我们营地来了一台米野的480房车 我今天就带大家看看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车的长度是5970 高度是2米1,高度是2米6 这个车厢的长度是4米8 宽度是2米,高度是1米96 整个车的重量是1.38吨 适合2到4个人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车的外观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龙头的位置 这是爱科的龙头 看一下前面的舱门 前面舱门这个是采暖的油箱 然后这个是电热水器 大家看这个红色的东西就是采暖 这边放一个气瓶 我们再看一下车的这个部分 这边是采暖的废气的出口 这是一个储物舱 这是一个罐头式的储物舱 大家可以看一下挺宽的 里边的一些放一些鱼具啥的都没问题 这个位置是水箱的加水口 这个位置是抽拉式马桶的一个外边的舱门 我们再看看这边 其实整体上来看 你会发现迷野车的后面相对挺速简的 很多人说它模仿卡拉尔 我觉得确实是挺像的 再看看这边 这个就不给大家打开了 那个是另外的一个藏门 这边是一个外置的抽拉式厨房 接下来我们上这个车看看 虽然我这个是一个广角的相机 但是这里边的480的空间还是可以的 我们先看一下 我一上车门的这个左侧 它这边是三个棍 房车的储物空间是非常的重要的 然后上面是一个操作台 这边也都是柜子 然后我们看看它这个车的车控 这是逆变器的开关 然后这边是它整体的车控 包括射灯啊灯带啊 这是水箱 这是一个电池的电量显示 我们上车的右手边 这边是一个算是室内的厨房区域吧 洗手池离那个水龙头 下边也是两个储物柜 这边是房车专用的85升的冰箱 再往这边就是卧室的一个主床了 两米的长度 一米五的宽度 除了这个床之外 卡座这个区域 它也是可以变成床的 也是两米的长度 一米的宽度 这边睡一个大人 这睡两个大人 睡三个人没问题 或者这边睡两个大人 这睡一个小孩 就是一家三口 再看一下这个车的卫生间 淋浴花洒窗户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的镜子 它这个是抽拉式马桶 有一种也可以选便携式马桶 这个看个人洗 这边有个小玉帘 它这个门比较有特点 是这种直接的抽拉式的门 节省了空间 我们看一下整体的这个车的这个储物空间 大家可以看这一排全是柜子 一般拓挂式的房车 这个位置都会坐柜子 房车是一种慢生活的状态 它适合旅居旅行 那么储物空间对这个房车来说也很重要 这个上面还有一个换气扇 可以保证房车内的空气的流通 刚才带大家简单的看了一下这个车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车的水电配置情况 头顶上有600瓦的太阳能板 座椅底下有250A的交际电池 3000瓦的逆面器 这个车配备了150升的净水箱 80升的灰水箱 现在夏天没有热水器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房车配备了40升的电热水器 肯定很多人更关心这个房车的价格 这个车的价格是12万5千8 如果你对这个车感兴趣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老板 我把厂家的销售一起拉一个群 好了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关注老板一起分享房车知识